推后场 批掉往前 再推后场 批掉往前 安行赢了 安行赞兴的奥运冠军 成功格冠了 这是2023年印尼大四赛 女端决赛 刚要拿到冠军的安行 赢战奥运冠军马林 这场比赛的安行 暂时展示了自己初次的技术 最后适合打的马林水 没有脾气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集比赛双方就打得非常胶着 不过关键时刻的马林打得非常出色 连续的退球后 马林往前就找到机会直接投机 马林的进攻真的是非常势力 连续前后场的调动后 安行最后的接球出界 马林也是接了一下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双方又是来到11比11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格局 安行这是明显加强了自己的进攻 马林这个放网漂亮啊 一个这种高个选手能有这种小技术 确实是不容易 后场直接一个假动作放网 这完全是把马林给骗了 这像膝盖的这个走出离开的痕迹 哇 这个球 马林这个球也没有得手啊 这确实是太伤了 又是接发球的主动戳网 不过这球还是出界了 安行连续的控制出界 马林打的确实是非常顽强啊 好了 安行现在的打法在后场会去增加一些下压 而不是简单的平堆 给马林施加一些压力 安行这个防守确实是太出色了 每次失去中线后 立马能够回到位置上 反复的往前去看 不过马林真的顽强 而且他的控球确实是有一定的水准的 你像新度就没有这样的球 这个推后场确实是非常漂亮 让安行拿到第二局的绝点了 这个马林实在是跑不动了 安行艰难拿着第二局 比赛脱落到决胜军 决胜军的比赛说法依然是11比10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对决 马林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安行往前连续的进攻 马林顶不住了 安行这种控球的到位力真的是非常高 每次都是逼迫马林最后的回球不到位 马林再次出现了一个失误 其实这场比赛就可以看出 马林跟安行最大的差距还是那种失误率的控制 其实感觉刚刚那个球就一亿不大 可能马林想通过一个挑战来让自己缓一缓 再出现了 再来一个失误 安行彻底把比分拉开了 这个有时候把木板取得于裁判看不看你 终于是打出了高质量的控球了 再来一个失误 这种失误你真的是输出的根本 杀球也出现了 马林在决战区的下半段已经送出了五个失误了 可以说胜利的天体就更相向于安行彻底 第六个失误安行拿到了比赛的赛点了 最后安行的一个批调往前直接得手 在决战区打出了11比3 战胜马林拿到2023年的20万 在新西周06号的天才少女三次打进决赛 两次拿到冠军 这种水平已经是世界第一档的存在 为了她或许是女单下一个接班人呢